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那一块发霉的问题 他们到现在还没给我解决完 饶先生说 这几个月来 他没少为房子的维修操心 光是漏水的地方就前后修了五次 更让他头疼的是 由于受到漏水影响 卧室 卫生间 精装修的木地板和墙纸 也陆续出现腐烂发霉 楼梯踏板破裂等问题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房子始终没有修好 这让饶先生叫苦不迭 当时交付的时候 验房是让我先交钱再来验房的 如果换句话说 是让我先验房后交钱 我肯定不签这个合同 不交这个房 因为这个房子的质量问题太多太差了 记者联记到 前段时间 物业对饶先生的房子进行了维修 漏水问题得到了改善 于是饶先生就在这个月月初 把房子租了出去 可没想到 5月11号晚上10点左右 租客给饶先生发消息 说房子又出问题了 我的租客打电话给我 他们跟我说 视频发给我 这个房顶漏水漏得一塌糊涂 一个晚上积了四桶水 房东这里滴水 二楼 记者来自道 这一次房子漏水的原因 是因为空调 之前之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 是因为还没有人使用空调 近段时间 杭州的气温越来越高 然后现在租客就在11号晚上 开了空调 没想到才一会儿功夫 空调下方的墙上就开始漏水了 随后 记者采访了 小区物业负责工程的马经理 马经理表示 这是个意外 中间有个冷液水管 那么水电在安装这个灯的时候 就是打个孔 就是把里面那个冷液水管打破了 那么空调一开启了 它就冷液水管 排水的时候 从这个裂缝里漏下来了 之前因为没有人住 空调也直接没有使用 所以说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面对马经理的解释 饶先生显然并不满意 这个东西 而且这里是有电的 也电线的 下面是有插线码插头的 这个地方漏水这么严重 这么厉害 如果产生安全隐患 或者电死人了 或者房子着火了 这个问题谁来承担 这个责任谁来担负 是开发商承担 还是物业承担 还是我们业主承担 还是由房客承担 我想问一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质量的房子 交给我们 饶先生也告诉我们说 他实在没想到 交付的新房 过去四五个月的时间 就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他的这场房是精装修房 饶先生说 当初在广告宣传当中说到 每平米的精装修的标准 超过了四千块钱 难道超过四千块钱的 精装修标准 最终呈现出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效果吗 饶先生也怀疑 其中是有水分的 饶先生说 在房子的广告和宣传单当中 都写明 每平房超四千块钱的 精装修标准 卫生间的卫浴 房间的地板和布衣 都包括在精装修里面 直到饶先生的房子 出现了漏水的问题 并找人上门维修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精装修的房子 可能根本达不到 超过四千块钱的 精装修标准 包括我的木地板发霉 上次我叫他们 那个维修师傅来看过 那个维修师傅跟我说 开发商承包给他们 只有一千多块钱一个平方 接着记者也采访了 不同楼层的业主 他们也对每个平方 超四千块钱的 精装修标准 表示怀疑 我觉得像这种的话 加上那个电器 因为它是精装修房 我觉得它也就一千五左右 因为它使用的 所有的电器 都有规格型号的 只要给它拍下来 我们现在的话 那个价格都是公开的 第二块的话 这个墙纸是工业用墙纸 那个它也是 就是价格很低的 那么这个地板的话 成品量的批发 也就四十多块钱一个平方 然后的话 然后这些瓷砖也是很便宜的 我们这里面有人撤过了 甲醛超标 超标的很严重 这个是有专业人 就是测大的来撤过的 那么我想好的原料 它不可能超标这么多 这个是一个疑点 再一个它贴的壁纸 也是全部都有开封的地方 为了证实业主们的说法 是否正确 记得下一位上门维修的师傅 了解情况 但是维修师傅始终支支吾吾 不愿意多说什么 先是房子质量不断出现问题 现在发现机装修也存在一些猫腻 饶先生真是气不大一处来 如果这个宣传单 写的4000块钱一个平方的 那有一点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它4000块钱的就是虚假广告 骗老百姓的买这个房子 不过饶献说 因为每平方超4000块钱的 精装修标准这点 并没有写在合同当中 这让他们在找开发商 反映问题的时候 吃了哑话亏 于是寄了电话联系了律师 在购房的时候 销售或者是说 开发商做出了一些广告 那么会说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广告 它如果说没有去 协议到这个购房合同当中 那么我们仅仅是认为 它是一个邀约邀请 如果说开发商 他们把这个相应的 比如说包括它的装修的品质 包括装修的品牌 如果说明确的是 在合同当中 进行了相应的约定 那么这样子 可能最后期 如果说没有实现 这个成功的时候 那么消费者可以依照合同 来进行相应的维权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对这个买房者来讲的话 就是可能就相对来说 后期维权 会相对来说比较被动 然后先他们也说了 花了一百多万买的房子 现在很多情况 实在是没想到 不仅是觉得 房屋的质量有问题 而且这精装修当中 也可能会存在 各种各样的一些水分 其实饶先生告诉我们说 在房子出现一些问题以后 物业方面也都非常配合 但有些问题 其实物业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 而开发商方面 一直没有出面 所以说根本的问题 还是一直都得不到解决 我们先往下来看 饶先生告诉记者 他将自己房子的问题 罗列了一个清单 从这张图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改内容这一栏里 反对问题几乎填满了 纸上所有的空白区域 我们以书面文字打印好 复印好 所有的业主都签好字 好几十户人家都签好字 递交给物业 再递交给开发商签过字 他们现在没有给我们书面的回答 就是口头回答 也是忽悠我们的 饶先生说 虽然大家很认真的 把问题反映给了开发商 但是始终没有接到明确答复 随后记者找到了 杭州创意投资 发展有钱公司的贵经理 贵经理表示 他一直在向 饶先生了解情况 并已经着手 解决房子的问题 在我接到这个饶先生 跟我们业务 投诉到我们 就是说跟我们这边 跟我们开发商 跟我们业务员 去说过这个问题以后 我是积极的就赶紧 抓紧时间到您家了 然后地板 就是他所说的任何问题 就是说我们有些 小的细节方面的问题 我们已经该做的 该更换的 那有一些地板是说 饶先生说的有些问题 那我们都在急急解决 然后有一段时间 他又出差了 然后当时他的房子 还没有租出去 没租出去 钥匙也没有托赶给 因为可能有家具了 那也没有托赶给物业公司 我们无法进场 但是饶先生对于贵经理的 解释并不满意 认为这只是 开发商的说辞 在沟通过程中 记者也联系了杭州市制监局 希望他们可以帮助 解决饶先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 也有监督人 一直在跟着处理的 但是监督人 今天不在单位 所以也没有办法 行 那你尽快 帮我们这个情况进行受理 然后也尽快解决 对 我现在也是在记录 这个饶先生 现在有什么新的问题 我也是在记录下来 行 行 那我们这边 等着你们的回复 好吧 好的 好的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经受理了 饶先生的问题 并承诺尽快解决 截止发稿前 饶先生等业主和开发商 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饶先生表示 还将继续和开发商 等相关部门协调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记者王辉伟 无敌报道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新闻 在杭州的昭辉小区 有一户人家 夫妻俩吵架 结果还动起了刀子 当时正在现场 进行调解的 杭州昭辉派出所 民警陈小斌 看到事态紧急 他马上上前空手夺刀 结果自己的手被割伤了 情绪比较激动的这位 是杭州朝辉一小区的居民 当天早上 这户人家因为婆媳矛盾 发生了争执 邻居报警之后 杭州朝辉路派出所民警 陈小斌上门 对双方进行调解 没想到 当时人情绪非常激动 拔出刀子要割腕 趁他情绪还没有 沉浸到自残的情景里面 我想第一时间 把他拉回来 所以说我就 我当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也没有带黄哥手套 我就想第一时间 我当时气心气气的 故意把情绪缓和一下 我想把他手拿开 当时陈警官的右手掌被划开 伤口大约有五厘米长 看到民警夺刀副伤 女子也吓坏了 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经过诊断 陈小斌右手掌的肌肉筋膜层 被割伤 幸好没有伤及神经 陈警官说 当时情况危急 明知夺刀可能会受伤 为了避免群众受伤 作为警察 自己别无选择 可能说 可能会怕伤到自己 我后退 或者是马上叫这个民警 马上全身专门带起来 我怕这段时间 他可能会加剧 对自己的一些 自伤自残行为 记者胡伟张磊报道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女士 我是女孩 布家 布添加 味道一样吗 一样的 味道纯真的 纯真酸牛奶 不添加香精 色素防腐剂 纯真知识风味 酸牛奶 全新柔华上市 全球高端耐用电池 海尔智能空调领导者 张艺智能自清洁 空气更洁净 智能空调选海尔 自清洁更健康 海尔症套家电 六月全球品质 以经典换经典 祖祖贝贝 做豆腐 祖上有名 祖名 生鲜豆腐 从生产第一罐 旺仔牛奶 我就在这里 旺仔牛奶 坚持做高品质的牛奶 这么多年来 我见证了 化验室的升级再升级 从原料到成品的 深度检验 虽然小旺仔的样子 没有改变 但旺仔牛奶的质量 与检验程序 在不断提升再提升 我一定要让父母安心 小孩开心地 喝着旺仔牛奶 我们坚持品质安全 哇 小城这线 由道道全食用油 特约播出 浙江汇民团车节 全新升级 5月20日至21日 浙江教科协手团车网 与您相约 杭州勇望梦乐城 杭州乐园 全程低价 现场订车 想半员大礼 看车 选车订车 来惠民团车节 就够了 搜索惠民团车节 报名 领取免费门票 我是牛汁 不要碰我 你是大人 我专门吸引 小男生和小女生 我是拿给我小孩喝的呀 嗨 我是旺仔幽老乳 不含维生素D 为儿童设计 你吸引我 我勾引你 快来超市找我吧 旺仔幽老乳 拜拜 带森 带森无神吸尘器 不仅限于地面清洁 它可清洁窄缝 天花板 甚至床垫 只需轻松转换吸头 Dyson 背痛 腰酸 可能是骨量流失的信号 全新盖尔棋牌 维生素D钙软胶囊 液体配方 高浓固钙 天然活性CPP加VD 助钙双重吸收 每天两粒盖尔棋 为你加骨劲 纯真酸牛奶 小强热线 正在问您直播 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的是 一起事故 近日在G92高速上 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故 一辆小轿车跟一辆半挂牵引车相撞 在事故发生以后 轿车驾驶员经过抢救无效 不幸死亡 而民警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发现 这个驾驶员的死因 很可能跟一枚安全带的插扣有关系 交警经现场勘察发现 小轿车驾驶员伤势严重 车内到处血迹斑斑 而安全带却完好无损 另外小轿车内只有名女子 被发现时 却是在副驾驶座场 交警由此推断 这名女子应该就是驾驶员 而她应该没有挤安全带 所以在第一次碰撞以后 瞬间处于失控游离状态 之后又被恰巧路过的大货车 猛烈碰撞 致使她在车内和车体多次撞击 进一步加重了身体损伤 被送到医院抢救以后 由于伤势过重 这名年仅20岁出头的女驾驶员 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随后的现场勘察中 交警发现 在安全带卡扣上 插着一枚插扣 猜测 这名女驾驶员应该为了阻止车辆自动报警 于是购买了一个安全带插扣插在里面 对于很多不习惯寄安全带 或者是不想寄安全带的司机来说 这个所谓的插扣 可以免去寄安全带的麻烦 又可以让安全带警报装置失声 似乎是很方便 可就是这个插扣 成为了这名少女的夺命口 将近提醒 安全带是驾驶员行车安全的有效保障 是一种主动式的安全 关键时刻会起到救命的作用 开车务必要系好安全带 别再让这种安全带插扣 成为驾驶员的夺命口 记者李福昭综合报道 接着要跟您说的这几事故 发生在里水岁昌县的青云岭四道内 两车追尾以后引发了火灾 造成了13辆车 24人被困在了火场 幸亏一名高速交警士 赶到了火场当中 抢救出了伤员 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晚上11点左右 在岁昌县青云岭隧道内 一辆运送钢材和木质玩具的半挂车 和前方一辆运煤的半挂车 发生追尾 因为相撞产生的火花 引燃了半挂车上的木质玩具 继而发生火灾 当晚23点17分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 民警立即驾驶巡逻车赶到现场 此时两辆车上仍有伤员被困现场 23点20分 火势迅速蔓延 整个隧道内火光冲天 民警滥用墙 背上伤员一口气跑出了1000多米 将伤员送至隧道外的救护车上 紧接着 他打着手电再次返回现场 疏散被困群众 别的人如果降到危险 肯定要跑了 当然是他没跑 他还在里面指挥 他来不及 你不知道那个情况 有爆炸的烟 不进去了 当晚23点30分左右 隧昌县消防大队官兵赶到现场 最终到凌晨3点多 大火被碰灭 在短短的十几分钟之内 赖警官往返于事故现场和隧道口之间 背出了一个受伤的私承人员 疏散了两个一氧化碳中毒的私承人员 还疏散了后方的20多名群众 为控制事故的伤亡做出了极大努力 目前搬挂车驾驶员经医生诊诊后提升平稳 另两名过往驾驶人因为吸入烟雾 正在医院观察治疗 记者李福昭编辑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 由德勒康米康游冠名播出的小强消费客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湖州的吉先生 在买二手车的工人当中遇到的问题 吉先生上周从杭州汽车城花了35万 买了辆宝马二手车 可没想到这辆车到收以后却发现 公里数有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吉先生是德青人 5月9号他和朋友来到了杭州汽车城看车 当天他看中了眼前的这辆 二手宝马的525 车价是35万元 付完定金签完购车协议书 吉先生在第二天 也就是5月10号开票提车 可是前两天 当他把车开到了4S店 做保养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福州4S店检测 然后他保养的记录一查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不对了 是显示2016年的最后一次保养 显示公里数已经8万多了 我们看到 目前仪表盘上显示的公里数 是55,062公里 吉先生说 车子拿到手之后 这几天行驶的公里数 顶多也就是几百公里 这与4S店查出来的结果相差甚远 也就是说 吉先生买的这台二手宝马车 实际的公里数被人篡改过 那么当初在买车的时候 对方是否有将这个情况告知过呢 他承诺过来 他说无泡水啊 无重大事故啊 什么东西 什么公里数都是实表 这一份就是吉先生 与商家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书 其中第四条著名 车辆的车况 公里数以实际的行驶公里数为准 但是按照吉先生的说法 当时在买车的时候 对方并没有告知 他这辆车的真实公里数 他觉得对方隐瞒了实际公里数 他说我们车子卖出去 每部车子基本上都是调过表的 他说只要车况没问题 他说这不影响什么驾驶什么东西 他说不要紧的 之前什么欺诈消费者 我心里肯定很不舒服了 据了解 从5月1号开始 沃省开始实施这版新销法 其中对汽车三包 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按照浙江版的法规 二手车商应当对二手车的来源 行驶里程 维修等情况进行核查 并将核查的情况 和可能存在的隐患 告知消费者 因未核查或广报核查结果 造成消费者损失 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 现在 吉先生认为 二手车商在车子真实的公里数上 对他进行了隐瞒 他要求退一赔三 也就是退还35万元的购车款 并向对方索赔105万元 首先为了证实吉先生的说法 我们陪同他一起来到了一家宝马的4S店 工作人员向吉先生提供了他这辆车的保养 以及里程记录 我们看到吉先生刚买的这辆二手宝马车 上一次的保养时间是2016年的2月18号 显示的公里数为85241公里 而目前车辆仪表盘上显示的里程 只有55000多公里 相差了整整3万公里 按照极限的说法 他刚刚入手的这辆保养二手车 公里数相差了3万公里 同时他也说了 他在买车时期 车商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告诉他 那么对此 二手车商会怎么解释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公里数相差了3万公里 购车的时候 吉先生表示 车行并没有告知这一情况 那么公里数被篡改 车行方面是否知情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陪同吉先生 一起来到了杭州汽车城 找到了这一家保养车行 我们查汽车的 但是表上它是调过 不是我们调的 我卖它的时候跟他说过 你说过 卖它之前 卖它之前 你就知道这个车 表是调过的 我是卖的时候 那个查赛的基础查出来 这个表已经调过的 当时销售的时候 有没有告知他 告知没有 没有 这个不要乱说了 按照这位保通车行 负责人的说法 他承认 卖给吉先生的这辆车 公里数的确是被调过表 但是并非他们所为 另外一方面 车行方面表示 当初在销售的时候 已经将公里数被调的情况 跟吉先生说明过了 但是吉先生对于这一说法 并不认可 保通车行方面表示 没有在合同当中 著名车辆的实际公里数 的确是他们的失误 但是他们认为 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并不存在故意隐瞒 所以算不上吸诈 而车行方面 目前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可以退车 但是吉先生必须承担 这几天来 车辆的折损费 共计5000元 随后 吉先生向浙江省消保委 反映了此事 金英者应该说也是承认了 他知道 这个原来的一个形式 里程是8万多 那么 他呢 说是告知了消费者 那么告知与不告知 我们这里边 在消法实施办法里边 有明确规定 要有以书面的 甚至是可以查实的 这个证据 去证明你告知 那么就目前来说 我们看了这个案情呢 是没有证据证明 金英者确确实实告知 韩志斌介绍 这起案件 是我省5月1号起 开始实施 这版新消法之后 省消保委接到的 第一起二手车消费纠纷 而法规当中 第28条规定 家用二手车 销售经营者 应当对二手汽车的来源 是否合法 行驶里程 维修等情况 在出售之前进行核查 并将核查的情况 书面或者是其他 可以确认的方式 告知消费者 二手汽车的行驶里程 维修等情况 无法核查的 应当将无法核查的事实 和可能存在的隐患 书面或者是其他 可以确认的方式 告知消费者 另外一方面 韩志斌表示 在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 消费者往往只能够通过 车辆里程表 来判断里程数的信息 而里程表显示的数据 对消费者是否决定购买 或许有直接影响 这个第二十八条的第三款 实际上就是经营者 未告知或者说未检测 那么这个都是给消费者有误导 那么就按照我们国家 消法的规定 第五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就是说涉嫌到欺诈消费者的 那要按照这个商品 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来于赔偿 韩志斌表示 省消保委将针对此事 再次进行协商 该案例是否会成为 我省五月一号起 开始实施的这版新销法 首例退一赔三的二手车 消费纠纷 我们将持续关注 小强热线记者报道 接下来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推荐朋友 申办中国银行 爱家信用卡ETC服务 双双过赠ETC积分 ETC积分可兑换 等值加油洗车等服务 详询9566或关注 中国银行浙江分行 微信公众号 闭眼也能拼 逗谁呢 年轻就要醒着拼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饮 转动指尖魔法 变换不一样的食品 爱精致 爱变换 不跟风 混花样 我不一样 运营珠宝 我是牛痴 不要碰我 你是大人 我专门吸引小男生和小女生 我是拿给我小孩喝的呀 嗨 我是旺仔幽浪乳 不含维生素低 为儿童设计 你吸引我 我勾引你 快来超市找我吧 旺仔幽浪乳 小城这线由道道全食用油 特约播出 从生产第一罐旺仔牛奶 我就在这里 旺仔牛奶坚持做高品质的牛奶 这么多年来 我见证了化验室的升级再升级 从原料到成品的深度检验 虽然小旺仔的样子没有改变 但旺仔牛奶的质量与检验程序 在不断提升再提升 我一定要让父母安心 小孩开心地喝着旺仔牛奶 我们坚持品质安全 自然美味 因油而交融生香 烹饪技法 因油而尽情施展 美食的演绎各有不同 养生的追求 我们始终如一 道道全 让饮食更养生 腰腿酸痛 精神不振 感觉身体被掏空 圣宝片 温养补肾 扶正固本 补得尽才固得牢 补回透支 稳稳的 我要稳稳的心 他好 我也好 人老了 最大的念想 就是过节 母亲节 端午节 父亲节 爸 妈 你的念想来了 自从孩子送来了商丹青 肠道好多了 规律 顺畅 不费劲 关键是排便 靠自己 轻松 关注爸妈在卫生间的时间 别让老便秘 拖累了爸妈的好身体 儿女的关爱 是老人最大的念想 做浙江好儿女 送爸妈香丹青 大便干节 排便费力 用香丹青啊 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 少 用香丹青 便秘肚子 又硬又胀 还用香丹青 香丹青排 科研胶囊 一果一叶 一黄旗 草本配方 给肠道 加把劲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 十五年 纯真酸牛奶 小强热线 正在问您直播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新闻 我们都知道 现在游击快递的话 是要开箱验室的 像是刀具 这样的一些违禁品 就不能游递 但是最近 杭州的一家快递公司 在对包裹 进行例行的检查当中 却发现 有人想瞒天过海 游寄毒品 本月初 在杭州拱树区的 一家申通快递网点 来了一名男子 声称要系一件衣服 表面上 这件要游记的红色短袖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是工作人员小杨 检查之后发现 衣服里边另有玄机 先把衣服抖了抖 然后没有东西 然后我手摸的 摸到了里面有东西 然后我就想肯定是可疑物品 不然不会放到里面的 放在布里 然后就再沾上的 抱着怀疑的态度 小杨打开布条检查 竟然发现了两包白色晶体 小杨越想越不对劲 马上向单位领导反应 随后报了警 民警赶到之后 将寄件人张某 和可疑晶体带回调查 经检测可疑晶体初步鉴定为 两包一克和1.19克的冰毒 但是警方对张某进行尿检之后 发现其并非是吸毒人员 而且对于毒品仪式 也并不知情 张某也是受朋友所托 是帮朋友 也就是朋友网友 邮寄这个衣物 发现这两包白色晶体之后 他自己也感到非常诧异 原来这件衣服 真正的主人是一名女子 而这名女子是张某老板的朋友 和张某老板相识 在杭州的一个酒吧 后来女子让张某老板 帮忙寄件衣服 而老板就把这件小事 交给了张某去办 目前警方已经根据线索 对那名女子进行了搜寻 为了表彰小杨严格执行规定 细心检查的行为 当地街道也对小杨进行了奖励 记者杨展望张磊报道 说到毒品 我们都知道 因素属于毒品原制物 未经国家部门批准的话 一律都是严禁种植的 如果非法种植因素 在500株以下的 按照治安案件来处理 如果是在500株以上的 则要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罚 在福建三面有个老人 他在自家屋后 种了75株因素 据他解释 之所以种因素 都是为了让炖肉的时候 味道能够好一些 接到群众举报后 警方立即组织 缉毒大队及辖区派出所民警 赶往陈老汉的住所 因素就种在 约两平方米的陈老汉屋后菜地里 因素长势异常茂盛 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大部分已经结了果实 经现场清点 陈老汉种植的因素原植物 共有75株 随后民警当场将 因素原植物全部铲除 据陈老汉交代 前几年 他在西南云贵一带务工 听说在煮菜时 放入少量的因素果壳 净叶能提味增香 于是就从当地群众那里 购买了因素种子 并带回来偷偷的少量种植 在陈老汉的住房内 民警还查获了往年 种植晒干的因素果壳 净叶 共计110克 陈老汉的行为 已经涉嫌违法 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 做进一步调查 民警提醒 非法种植因素 大麻等毒品原植物 一律强制铲除 如种植因素500克以上的 将受到刑罚处罚 记者余逍遥辑报道 俗话说 一人富不算富 大家富财而富 有一个当大哥的 发现了所谓的生财之道 于是叫来两个兄弟 想一起来发家臣妇 但没想到最终 却是一起进了牢房 最近温岭警方 就抓获了这么一个兄弟 盗窃团伙 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 温岭城南帕之所 陆续接到群众报警 称停在家里的电瓶车 被人盗了 而且有好几户人家 一夜之间就被偷了两辆 我们当时也觉得这个案子 可能涉案的人员比较多 后来我们通过视频分析 果然去偷电瓶车的犯罪嫌疑人 至少有3到4个 通过视频监控 我们看到 这一伙嫌疑人 没有专业的开锁技巧 他们分别是由两个人一组 抬一辆电瓶车 先把电瓶车 抬到旁边的田地里 最后用锤子 将电瓶车的锁砸开 然后用绳子 将偷来的电瓶车 绑在自己开过来的电瓶车后面 一辆一辆地 欺回他们的住处 后来我们根据 因为现在根据视频 沿路的追踪 后来发现他们的落脚点 在太平街道的小河头村 确定嫌疑人的落脚点以后 民警立即展开了抓捕 并在小河头村的 一间出租房内 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三兄弟承认 并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有很多在旧村改造 也其中有一户人家 没人住了 但是他旁边的一户人家 被拆了之后 他们就沿着被拆迁之后 这户人家的楼梯 走到房顶之后 然后从房顶进入 到这家没有半碗的 这户人家里面 在这户人家里面 偷了酒类啊 酒啊香烟之类的东西 据办案民警介绍 这三名嫌疑人 其实是一家人 其中王某是年纪最小的 他本来是在自己老家那边 买豆腐的 每天起早贪黑 也没挣到什么钱 后来听了在温林打工的表哥 李某的一番话以后 便想着来温林跟表哥 干一番大事业 他的一个表哥李某 说这边能够很快地 有很好的生意可以做 能够很快地发家致富 他也相信了 所以就过来了 他起先的时候 也不知道这个是盗窃的 后来当天晚上 叫他一起去偷电瓶车之后 他才知道叫他过来 原来是做违法犯罪的行为 文领台报道 来自云南的郑大姐 向娘家姐妹花求助 郑大姐说 她平时都是一个人 带着儿子在堂西打工 老公都是在外跑工地 不怎么回家 可以说郑大姐一个人 是又当爹又当妈 非常辛苦 而在上个月老公回来了 本来一家三口团聚 是一件其乐融融的好事 还能够给郑大姐减轻些负担 但是郑大姐自己并不这么看 她说老公回来以后 把儿子都带坏了 不要说了 没什么到不了的 到不了就结婚 不要这样子 孩子都因为你 你要说清楚的呀 你整天躲在这房间 把孩子都带坏了 这样不行的 孩子在这里 跟我的所有学习很好 现在一下子学习都下降了 怎么回事 夫妻俩在儿子的教育上有分歧 郑大姐说这还不算什么 更严重的是 丈夫在外工作 夫妻俩分居多年 而且很多迹象表明 丈夫李师傅在外面有人了 我孩子放假的时候 带着我的孩子去跟人家 不去他家里面 他直接到另外地方 去找那个女的 去跟人家开房睡几天 儿子来到这里跟我说 夫妻俩能否破镜重圆 更多调节内容 敬请关注明晚18点 娘家姐妹花 相依情况 请您关注明晚播出的 娘家姐妹花 我们进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继续 我们关注普通人 身边是 我们小角度切入 大事件记录 我们用小个体 撬动大力量 专注与执着 正义与坚守 小前热线 初心未变 万能复兴 女士 我是女孩 不加 不添加 味道一样吗 一样的 味道纯真的 纯真酸牛奶 不添加香精 色素防腐气 纯真知识风味 酸牛奶 全新柔华上市 我的心愿是 世界和平 很多机制统 实施一堂 39元 腰腿酸痛 精神不振 感觉身体被掏空 圣宝片 温阳补肾 扶正固本 补得尽才固得牢 补回透支 稳稳的 他好 我也好 无限级增建口服业 调养免疫力 小强热线 由道道全 使用邮 特约播出 我国有大量 唇恶劣 耳鼻缺损 受鼻症等 面部畸形患者 爱心援助 零距离 小强热线 携手杭州时光 医疗美容医院 启动 为爱加分 美丽援助 公益行动 报名热线 0571-8890-9090 免疫力脆弱 防护一处就破 无限级增建口服业 精选道地原料 融合现代技术 从根本提升免疫力 调养免疫力 无限级 妈妈 养了多是活的 真的吗 爸爸 它真的是活的 你怎么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 你看 活的养了多 活的常知道 今天养了多 活了没 作为果立成总裁 我擅长创造欢乐 现在 欢乐再升级 我要让每天 都变成节日 好浓的中药味啊 记得小时候 经常闻这种味道 这就是中药味 惠人牌申宝片 二十二味中药 熬出来的好中药 打开就能闻得到 他好 我也好 纯真酸牛奶 小强热线 正在温宁直播 就在昨天下午 瑞安交警接到 这样一个报警电话 说是在当地 一个小区的门前 发生了一起 多车连环相撞的事故 那么这一事故 是怎么引发的 我们来看一下 交警赶刀 现场看到 昭市的白色轿车 车头受损十分严重 而被撞红色轿车的 左后车身 也受损严重 前方 还有辆黑色轿车 也受到了波及 车尾部分受损 在昭市车辆的后面 还有辆电动车 外壳已经支离破碎 现场一片狼藉 交警调取监控发现 当天 17点07分左右 昭市的白色轿车 从瑞光大道 右转弯 进入兴隆南路 好像是错过了路口 于是打了个大方向 才拐到了兴隆南路 此时 车辆已经开到了 对象车道上 而在对象车道上 又有几辆车迎面驶来 肇事车司机 又急忙向右打了方向 就在此时 肇事车却莫名其妙地 突然提速 禁止向路边 停放着的车子冲去 先是撞上了电动车 而后连续撞上红色轿车 巨大的冲击力 带动着红色车 向前滑行 又撞上了前面的 黑色越野车 肇事车司机马某说 他在这座椅会 突然提速 是因为错把油门 当成了刹车 所经 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目前 事故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日安台报道 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在购买路时 一定要把孩子 带在身边随时看好 这样一旦遇到突发状况 可以第一时间排除险情 然而贵州 前东南州 天柱县的一个大爷们 却是马虎立回 结果孙女在他眼皮底下 就钻进了车底 通过监控视频 可以看到 12号上午7点30分左右 一位老人带着三名小孩 横过马路 等到其中两个孩子 跟着他横穿过来后 这才发现 最小的女孩 还在路对面 由于女孩身材太矮 根本就没有引起 轿车驾驶员的注意 直到老人拍打车顶时 驾驶员这才清醒过来 通过视频可以看到 老人看到自己 据民警介绍 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 虽然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 没有仔细观察前方引发的事故 将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是作为监护人 在过马路时 没有照顾好小孩 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记者车戒联编辑报道 在今年的4月中旬 胡州市无情区警方接到报警 说是这个居民的儿子 还在上高中 结果是沉溺于一个微信群 而经过他观察发现 这个微信群当中 经常会传播一些 淫秽的视频 这样他感到很担心 警方在掌握了线索以后 进行了侦查 发现这是一起严重的 传播淫秽视频牟利案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证据 警方在这个名为 4月结束的微信群里 发现了大量淫秽视频 这些视频都是由群主发布 为了掌握更多证据 侦查员以网友名义 加入了这个群 进到这个群里之后 他每天大概在晚上8点 至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 然后他往这个群里面 发5到6部左右不等的 数量的黄色小视频 而群主发布这些视频 全都是为了牟利 每一个加入群聊的网友 都必须通过红包 或是转账的方式 向群主缴纳20元的会费 不然就会被群主提走 4月份我们看一下 大概最高峰的时候 这个群里面有204个 后来4月份结束之后 这个群就解散掉了 然后5月份 他新创建的一个群里面 群里面的话 我们抓到的时候 应该是157个人左右 为了躲避侦查 每个月的月末 微信群都会被注销 然后在下个月 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微信群 前一个群里的银费视频 会被消除 新的群又能再收一次会费 在掌握了充分证据以后 警方于5月13号 赶赴河北苍州 将群主鸡贸抓获 等待他的将是 法律的严厉制裁 记者吕福钊 最后报道 进来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 也懂 小强热线 由道道全 使用邮 特约播出 全面全能的均衡 赢得全球 1800万车主信赖 凯美瑞十周年纪念版 感恩上市 广汽丰田 闭眼也能拼 逗谁呢 年轻就要醒着拼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饮 给你光 给你方向 给你冲破想象的 狂越力量 给你毋庸置疑的理由 让率性爆发 率性有领 新奥迪A3 纯真酸牛奶 小强热线 正在问题直播 由浙江电台 教育科技频道 携手团车网 共同推出的 惠民团车节 将于5月20到21号 在杭州的 永瓦梦乐城 杭州乐园举行 现场订车 就可以享受到 多重大力 您可以搜索 惠民团车节 或者拨打4001 501501 来提前报名 索取电子门票 此外 您也可以登陆 团车网的官网 来报名 您也可以拿出手机 现在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小强热线 浙江教科的 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 团车节 报名领取电子门票 在这次团车节的 活动现场 届时会有数十个品牌 推出 只针对本次团车节的 特价优惠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 大众品牌 旗下会有两款 大型SUV 就各有看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近年来 随着消费升级 与家庭出行需求的提升 大型SUV逐渐成为 消费者新的用车选择 在这一市场背景下 上汽大众 图昂应运而生 以30.89万元起的价格 进入市场 填补了国内 合资品牌 大型SUV市场空白 所以说说大这个字的话 那我们对这款车子 最大的其实就是 这款车子的车身的长度 那么这是一款车身 车长超过5米 然后轴距接近3米的 一款大型SUV车型 图昂定位中高端SUV 外观造型方面 大众图昂采用了 大众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并采用了七座设计 内部乘坐空间 表现十分宽敞 当然图昂强劲的动力性能 及丰富的高端科技配置 也是其吸引消费者 购买的主要因素 图昂上市之后 受到消费者广泛青睐 目前仍处于 加价销售状态 但在团车节当天 4S店还是给出了 满满的诚意 这款车型提供 两年的免息政策 然后同时还有我们的 支换礼包 当然团车节当中 我们还会提供一份 团车的一个大礼包的 除去合资品牌外 全进口的大众 有着非凡地位 特别是其旗舰SUV车型 土坠 这是一款空间动力兼得 越野性能又十分出众的车型 只要升到它的越野模式 已经足够它应付 一般的路况了 那最高的那个 我刚刚说的那个 30公分那个 个性越野模式的话 除非它的路况 是非常的差 就它我们图瑞最大的涉水深度 可以达到58公分 作为一款高端SUV 图瑞的起步价为65.88万元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已经心动了 在5月20号至21号 在杭州勇望梦乐城 杭州乐园参加本次团购节 就能享受到 11万元以上的现金优惠 现金方面 现在我们目前的优惠幅 都是在11万左右 那么在当天车展的情况下面 现金优惠是11万以上 记者蔡英杰报道 王一平是浙江育婴职业技术学院 商贸专业的学生 今天学校组织无偿献血 王一平和同学们积极响应 作为一名刚成年不久的 大一学生 这是他第一次走上献血车 和王一平一起献血的 还有其他600多名学生 近年来 育婴职业学院的千人献血率 也就是每千人口当中的 献血人次一直比较高 以2016年为例 全校在校学生 一共6800多人 其中献血的有1500人次 千人献血率达千分之两百三 是全国千人献血率的20倍 16年来 学校一共有1万多人次 参加无偿献血 献血总量达到220万毫升 今天学校被授予了 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单位奖 这个奖由国家卫生计生委 和中国红十字会等单位 联合颁发 今年浙江省共有10家单位 获此殊荣 其中浙江育婴职业技术学院 是杭州地区唯一的一家 这件工作在我们学校 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 常规性的工作 或者说已经融入了 这个校园文化的某一个部分 就是对生命的关爱 对他人的关爱 记者徐凤 邱正凯报道 在每天通过新闻热线 或是官方微信平台 为我们发来新闻线索的观众当中 我们都会随机抽取一位 送上由森山提供的奖品一份 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 我们稍后继续 小强热线由道道全食用油 特约播出 2017洋气音乐节 李治 陈丽 陈红宇 肖敬腾 蔡建雅 震撼来袭 5月20日 5月21日 杭州东方文化园 惊喜时刻 只为杭州 纯镇酸牛奶小强热线正在问您直播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到杭州的地铁四号线 来关注一下建设进展 杭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南段 共长11.2公里 共设有8个站点 线路从杭州上城区近江站开始 沿着复兴路 然后穿过前唐江 再沿着东信大道 浦岩路 最终延伸到杭州滨江区浦岩站 按照原定计划 这段地铁全部为地下线 预计整个工程将在2017年的年底 竣工投入使用 沿线途经的小区有 金色海岸 春江花月 美镇花院 复兴南院 水城花园 江南花园枝江公寓 杭州滨江高较园区 金盛曼城等十几个人口密集的 居民小区和单位 估计人口达到20万到30万之间 今天记者在其中的一个站点 水城桥站看到 这里的站点主体建设已经完工 正在开展附属建筑和内装修的工程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站的话 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三层的车站 因为这块站比较深 主要是说 因为我们登钩 从川江过来以后 它因为它这个江底比较深 记者看到 这个全长157米的地铁站 已经在开始内部装修 而电梯装饰板 都已经有部分安装完毕 目前正在进行出入口和风景的施工 来自杭州地铁集团办公室的吴廷表示 目前按照工程进度 四号线南段八个站点 都已经完成主体建设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十月份可以全面进入内装饰工序 对于年底前 这条杭州城南的地铁线投入运行 它充满了信心 现在四号线有七台左右的顿垢 正在抓紧挖掘四号线南段的隧道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水城桥站为例的话 下一站也就是江对岸 江南第一个站 连庄站发往 就是我们水城桥站的顿垢 其中有一台已经成功穿越前塘江底下 然后已经进入北岸地下 即将到达水城桥站 我们八个车站的话 目前施工进度还是比较平稳 我们会争取按计划 在年底之前实现具备开通条件 记者小卢 陆雄报道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小热线 接下来请收看《森山记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